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我讲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也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呀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之前又是送汤又是改合约 我没同意 你就卖了老太太送你的礼物 卖礼物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我是有苦衷的 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想听 听了你也不信 强赐多礼 还不就是为了点钱 尹思辰 你又没有挨过饿 你凭什么指责我 我要休息了 妈妈对不起 奶奶对不起 是 这才结婚几天呢 就吵架了 没有 奶奶 是我惹她不高兴 汐汐 你一定帮我照顾好这个皮猴子 他呀 有时候就是脾气太臭 奶奶 奶奶 一会儿您有时间吗 我想跟您说个事 奶奶 我吃完了 先走了 跟我来一下 没事 没事 顾兮兮 你如果要是找奶奶解释的话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 第一 会让她伤心 第二 她会怀疑你我的婚姻 所以你如果真的心怀愧疚 就多花些时间好好陪她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昨天挂完电话之后 我就开始着手调查 顾小姐应该是把那笔钱 转给她的母亲 用于支付洗衣房之前拖欠的房租 我记得结婚前 我要你给了他们家一笔礼金 这笔钱 应该足够他们支付房租了 根据我的调查 那笔礼金应该是被她的奶奶 跟爸爸瓜分了 他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 需不需要我尽快跟进一下 不用了 对了 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下 这是我参加酒会那天 嗯 超车 那我先回去了 等等 为了防止顾小姐在搞出什么幺蛾子 你去查一下他们家洗衣店房东的联系方式 好 好 喂 喂 四川 出事了 我出现情敌了 那个娜娜的亲男友你知道吗 知道 这怎么说 就两个人谈了两三年 本来都谈婚论嫁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分手了 三年 突然分手了 为什么呀 别人的隐私 我怎么知道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娜娜出轨了 你家娜娜那么可爱 她居然出轨 这个是你抄我车 然后导致我车被撞了的那个维修单 你赔一下 太过分了吧 你看就不是吧 五归王 来啦 请坐 好 好 莫先生今天约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林小姐和希西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吧 果然不是因为我的魅力 没事 那个 你是有什么想打听的吗 希西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需要钱 这你都知道 那你能和我说什么 行吧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吃吧吃吧 这个时候 你不是要拿出一大堆东西来 收买我 然后我就半推半就的 我就都不接受了 然后我就什么都跟你说了 我逗你呢 我本来吧 以为你是个成熟型男 没想到是个呆萌大男孩啊 林小姐 就别逗我了 看在你这么关心我们家希希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吧 喂 妈 又出什么事了吗 又出什么事了吗 那混蛋是不是又叼那你了 不是的是好事情 我们这排商户呀 被另外一个老板买下来了 他看我们都是老商户 所以就答应要半价租给我们 而且不收押金 月底付房租 你给妈妈的那些钱呢 都退回来了 明天我去演好就打给你 好吗 有这种好事 那老板简直就是天使啊 是的 是的 所以你放心啊 我们俩要开始转运了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先挂了 小雅 你花这么好见谁去了 你知道我今天跟谁去吃饭了吗 谁啊 莫子欣 莫学长 她约我的 不过是为了你 为了我什么呀 就是她看到这个月 我们店一直在买二手 就问我怎么了 然后我就什么都说了 把你妈妈店的事跟她说了 你一顿饭就把我卖了 人家那是关心你 而且我跟你说 我今天发现她真的太可爱了 我回头再跟你村长 挂了 拜拜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对 不像是接受报道 不过是件小事 不客气 也不太好 会不会打击她的自尊心呢 又显得有点陌生 我会打击她的自尊心 那你不想承认他 所以是要那些她的身体 不可挑适她导致她 又缺了图